新一届香港特区立法会任期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始 日前 多位新当选的议员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未来进入议会后将致力于尽快改善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 香港立法会当选议员陈佳佩认为 住房是香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也是当下香港社会期待解决的问题 新一届立法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为香港解决住房问题 我觉得香港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住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低小人多 环境比较差的 住在那个摊房的家庭也有很多 我就是在接受那个选举 我也去看过一个摊房的家庭 他们一家三口住在100次左右的那个小的房间 所以我觉得很多香港的家庭 他们的生活的条件真的很差 所以我当了立法会以后 我觉得首要的那个任务就是要改善我们香港人生活的环境 当选议员陈少雄表示 此前香港立法会拉布不断 严重拖延了经济民生等法案的通过 新选之下产生的新一届立法会将提高工作效率 尽快推动解决香港的住房问题 绝对不能够好像从前的香港的速度 多多拉拉的 我们在香港呢 尤其是年轻人 再能等多少年 五年十年 就是不可能了 我们要加速出发 房屋土地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供应 还有中短期的一些有关重拖 破解香港一些生存制度 这是我们未来的工作 非常这个重大 但是我要信心的 在当选议员林顺潮看来 除了贫富差距 住房医疗等等问题外 港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也是他最为关心的议题 他希望通过资深经历 鼓励更多港人到内地城市工作发展 我个人来说 我就是从基层出生的 所以我对这个贫富原始 这些 这些 若是想全结一块 我是会特别关心的 香港这个房屋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这个医疗我们怎么样 有时并进 能够用这个剧位医疗 这些都是要关注的 未来这个发展的重点是跟湾区融合 然后跟这个国家这个发展带局 就是融合起来 我2013年已经在这个湾区 就是办这个医疗服务 所以这个就我希望 我的经历能够鼓励多些人到这个湾区去发展 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 也是新一届立法会关注的重点议题 当选议员李浩然对中心社记者表示 近年持续反复的新冠疫情 和此前的社会事件 对香港经济冲击巨大 当下 仅依靠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 提供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 未来香港应持续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香港最需要的 如果经济要增加有力的话 就需要找出我们 有什么已经条件很好的一些基础 把它产业化 比如说像香港的一些基础研究 在香港几个大学 是做得非常好的 不管是那个新材料 还是再生医学 还是包括那个中医产业等等 都有很好的条件 问题就是 如何把它能从一个科研机构里面的成果 转变成为 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产业 而带来经济的增长 也带来那个就业岗位 这个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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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